DSE 2019 年 Paypal 1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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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部分是 準備了一個資金的位置 亦給了一堆帳戶 資料 今次的重點是 準備了這個資金的資金的位置 我想 如果有些資金的位置很快便會配合到朋友的稅 例如Sales, Gross Profit 這兩個資金的資金的資金都不會用得到 因為這些是 資金的資金才會見到的資金 當然我們做資金的資金的資金 也要先做一個判斷 即是把資金的資金判斷好 例如Crossing Inventory 是 CA 另外Net Profit和Corp Capital Operning Capit 也是在資金的資金 Machinery 是 CA Cash Ad Bank 是 CA Crossing Inventory Tray Payable CL 我想這些是基本要做到的判斷 當然我們不會寫這些Sort Form 而且重點就是 我想兩個形式都可以的 即是T Form 又或者 T Form 又可以的 大家可以留意 NCA 是在左邊 Capiton & Sierra 是在右邊 另外有一些 另外有一些 如果你寫錯了 這些很明顯是 寫錯了那個 帳戶環境 就會沒有分 正確的帳戶環境 基本上是NCA加CA 如果它是用5個方法 便會減減0 就等於這個 Capital OK 那所以 sorry 加Capital 這裏 所以這裏 寫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另外 一定要寫 就是減減的部分 減減的部分 就不能寫 剩下的部分 以及寫錯 10個位置的設定 也不會有分 另外 不能減減 這裡也可以寫自 所有問題都很心理 例如 平均日子 標準 也不是 或者沒有一個NAT字 看看整個項目來說 因為這個項目沒有分析 所以這次的項目沒有 但重點是可以插開兩個項目的部分 要看到最後的項目有一個雙項目 代表分開兩個項目 第二項目的項目有FINANCE BY 即是分開資料的部分 剛才我想過一些項目的項目 放在哪裏我不多說 另外還要有LATS LATS CURRENT LIAABILITIES 這些項目都要用全名去寫 LATS CURRENT LIAABILITIES CAPITAL一樣 寫開FINANCE CAPITAL 再加回NAT PROFIT 這裏當然是CURRENT LIAABILITIES 如果你想寫得清楚一點 CAPITAL ADSED 31 DECEMBER 2018 就更加好 這裏的牌子 先寫INFINANCE 後寫CASH & BANK 大致上就是這條的項目 真的想要用 BANK FINANC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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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